歡迎來到香港Insider 我是來自Rizzo的John John 我是Kulvers Rizzo是一個在網上拍攝不同短片的平台 很多節目都喜歡看的 而我們今天就來到YouTube FanFest 2018的後台 稍後就會祝不同創作者聊天 看看他們會說些什麼 Let's go 我們邀請到的是史萊姆 我想問你怎麼看YouTube FanFest 好棒 可不可以每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 OK 我覺得是很興奮的一件事情 因為對我而言是 我從來沒有面對面看過香港的觀眾 所以剛剛看到幾位之後 我覺得我以後應該要來香港發展 多發展 多發展 很興奮 真的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跟那麼多的粉絲這麼近距來接觸 但也有點緊張因為要上台 你呢 我都很興奮 但都很興奮 第一次上台 不用怕 有女朋友在身邊 甚麼都贏了 我覺得有一個神奇之處 就是很多時候 看到很多YouTuber的朋友 平日都是在網上看到他們 現在我身處其中看到他們的真身 剛才有些真的可以跟他們攀談 聊天 我覺得這件事挺神奇 MIRROR怎麼看YouTube FanFest 很期待、很興奮 今年是第二年參加 今年會有些新的東西帶給大家 當然會 但一樣是關於韓國的 而且我是最喜歡吃的 所以我會表演 FanFest是一個很好的事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個YouTuber都會很期待 每一年我們可以聚在一起 然後去認識大家 然後再加上可以 終於可以跳出來的螢幕 然後再表演給大家看 我覺得很感動 剛才看到很多沒見過的粉絲 是的 不知道怎麼可以跟他們 好 因為其實我看到粉絲就會最緊張的 是的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 感覺真的太棒了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香港YouTube FanFest 然後這一次不管是規模 還是邀請的創作者 就是給我的感覺 比上一次更加的美麗經驗 然後已經讓我感到非常的溫暖 我記得去年九月份我來的時候 但是我還特別的 因為我剛剛才開始做YouTuber 然後現在我經過一年 再次回到這裡 這個大本營就像回到家一樣 就很溫暖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它不僅是唱歌的功能 就是它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就是我記得有做運動 做運動啊 煮飯啊 所以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很多元化的 玩著那麼多 我們準備上台表演吧 待會YouTube FanFest見了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道你看得很開心的了 想看我們更多的影片 記得按下影片 熟一下下面啦